如果他本身未發掘高軟壓的人 我們都可以做很多日常生活的辦法 去避免或者減少將來出現高軟壓的可能性 包括我們要飲食方面 要低鹽 鹽份要少 另外就是我們要行長的運動 通常我們建議都是每天有半個小時 中等強度的大量運動 例如急步行 用這個速度 急步行半個小時 如果患上了高軟壓的朋友 第一件事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用藥物治療 但在藥物治療以外 其實我們都需要很多日常生活的配合 剛才我們說過 減低鹽份 行長的運動 控制體重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控制高血壓 或者減少血壓的嚴重性 另外 通常需要很多的監察 我們都建議每天早上和黃昏都要量血壓 讓醫生知道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的血壓程度是怎樣 我們的控制是否已經達標 因為高血壓的人 亦都會增加出現心房戰動的可能性 而心房戰動是可以引致中風的 有一些家用式的血壓計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偵測到有否可能有心房戰動 其中心律不正的可能性 通常我們打血壓的時候 都是要靜止 即是要在休息中 例如我剛剛在做完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血壓一定會高一點 我就不能夠反映到靜止的血壓 通常我們都要求坐定 至少要15分鐘 這個椅子也是重要的 第一件事 雙腳要跌到地 因為如果我的腳不能跌到地的時候 我的腳不停地收縮的時候 這樣也會令我的血壓會高一點 通常我們都會用 即使自己幫自己也做得到 可能先把血壓計綁在自己的手上 通常用右手就綁在左邊 通常我們綁完之後 按 按第一次之後 這是一個數字給我們的 通常我們都建議 第一個數字可以不需要用 因為我們剛剛在做完事 綁完之後 它會高一點 第一個數字不要 即是按第二次 那個數字比較反映到現實 這個就是我們當血壓的辦法